补习是许多家长 是为拯救孩子学业的林丹妙药 但这苦口的良药 却为小朋友的童年增加了不少苦涩 而谁也不知道 7月23号的一场风暴 竟把妙药化为了禁药 当天中共政府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区贯彻双减政策 校内减轻作业负担 校外减少培训 间接地终结了补习中心的营业 只见校外培训危在旦夕 父母忧心忡忡 唯有孩子们乐在其中 但补教行业的结束 真的能够还小朋友一个童年吗 住房、医疗和教育 是中国人民普遍面对的三座大山 而教育培训则在2020年 央视财经的调查当中 荣登了榜首 成为国民第一大开销 从基本的兴趣班 辅导班 暑假托管班 到高档的私立学校、国际学校、学区房 一线城市家长 每月花在吞金手的教育费用 平均763新元 以上海人平均工资来计算 就占了双收入家庭总开销近18% 这还不包括孩子任何吃喝拉撒的费用 有父母感叹 从中产到破产只差了一个孩子 如此吃力的话 那为什么非补不可呢 这位妈妈大概就说出了重点 那如果大家都补补的话 那就最好了 但是大家都补 你自己会有个心理的压力在吗 这位统计 每年通过高考能够考上重点大学的 只有两成的学生 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 父母必定接近所能 让孩子赢在起跑点 不能去补习中心 就让补习来到家里 不少家教老师表示 在政策实行之后 学生以及业务增加了不少 但作为双减一届试点城市之一 北京当局就迅速反击 强调了处罚一对一培训的人 只见父母刚钻了缝 缝隙就马上缩小了 而再不出一下子 网络便出现了住家教师的招聘 住家教师就是挂着羊头 但什么肉都得卖的全能保姆 不但要辅导作业 还要照顾孩子的日常 家教招聘要求极高 务必出自名牌高校 本科以及以上的学历 不过月入也不少过5000新币 十分可观 但不是所有的父母 都有金山银山做靠山 培训企业也因此闻到了新的商机 竟然矛头是指向孩子 有的机构便打起了父母的主意 中国教培巨头之一新东方 近来便推出了优质父母智慧馆 教导父母育儿方法 高校学习等技能 以隔山打牛的方式 间接教育孩子 盖世神功 不得不令人佩服佩服 教育在新加坡也备受矚目 虽然2018年的报告显示 教育只占了我国国人 总开销平均近7% 每月平均340金元 相对中国不足为患 但放大来看 便看到高收入家庭 比普通家庭在补习上 砸下了4倍以上的金额 压力究竟来自学校还是父母 而补习究竟是拯救插生的妙药 还是增加差距的剂药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